高三生悠悠被父母叫去伦敦相亲 但对方竟是个30岁的大叔 30岁的十三在伦敦虚欧心理学 可念了8年硕士都没办法毕业 期间女友足足给她戴了11顶绿帽 9个男生,2个女生 得知这次竟然还是逼不了夜 女友终于坦白一切 提出了分手 见过笨的,没见过她这么笨的 另一边的悠悠坐在饭桌上百无聊赖 双方父母笑意阴影 早年定下的娃娃亲 这下终于有了着落 外婆看悠悠也是越看越满意 可悠悠只觉得饭局无聊至极 匆匆找借口溜了出去 好巧不巧 遇上在街边兜圈的十三 悠悠拿出照片一看 比起以前确实老了点 十三觉得只赴为婚太荒谬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她不想结婚 可外婆总让她放心不下 看她结婚是外婆的心愿 十三想回去和大人们说清楚 悠悠却敲了她一盆冷水 怎么说啊 告诉外婆说你毕不了夜 告诉外婆说你被女朋友甩 十三无言以对 这时悠悠却突然改了态度 除非你有贝克汉姆签名的求医 我就假装嫁给你 十三思索片刻 觉得真是个好主意 两人匆匆匆赶去教堂 举办了结婚仪式 一年为期 一年后自动离婚 这下既能满足外婆的心愿 也能堵住父母的嘴 婚后悠悠回了香港 继续学校生活 没想到十三也回了国 十三的外婆打麻将时含笑而亡 只留下一对玉琢给外孙媳妇 她特意给悠悠拿过来 此时的悠悠正被男友5号海哥电话骚扰 不见她她就跳海 悠悠拉着十三过去 想让她死心 但海哥死活不幸 我不建议你有老公 更加不建议跟你搞婚爱情 悠悠只好一脚将她踢进了海里 等着十三住在青年旅社 悠悠便邀请她住过来 飞水不流外人天 交租也交给自己人嘛 于是两人开始了鸡飞狗跳的同居生活 虽然悠悠号称五个男友 但这五个都比不上她的篮球王子凯文 悠悠对凯文垂涎多时 央球十三就和凯文篮球对决 十三球技过人凯文当然惨败 只能答应她去和悠悠吃早餐 十三研究的是女人心理学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 她决定和悠悠合作 将悠悠作为她论文的研究对象 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悠悠每回答一个问题就要收三百块 十三再有钱也禁不提她这么折腾 幸运的是悠悠学校的心理学老师 因为感情问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十三前去面试 顺利打入学校内部 一出场就收获众多女学生 以及女老师的芳心 毕竟女校也没几个男人 十三的课上 悠悠疯狂举手回答问题 结果大赚一笔 好在现在有工资有收入 进学校第一天 为二的男老师就提醒过十三 希望他能知道自己 开始急非常急和中间急的那种感觉 因为学校只有一个男厕所在八楼 有次他实在忍不住就进了女厕所 没过多久 十三就体会到了非常急的感觉 男色维修进不去 有没有人啊 请问里面有没有人啊 迫不得已 他只好校房前人进了女厕 谁知却撞上正在洗澡的李老师 四目相对 十三没忍住尖叫起来 这是一群女学生 喜闹着过来冲澡 没想到李老师竟好心 给他打掩护 说他在修水馆 看着十三傻傻的样子 李老师不由的方心安徐 事后李老师找十三谈话 让他以后别这么大惊小怪 十三正想道歉 谁知一转身就被椅子绊倒 正好倒在李老师身上 害羞的李老师再次方心安徐 绊倒事件过去没多久 体育馆突然出现了一条蛇 学生们都吓成一团 李老师独自站着动弹不得 十三正想安慰大家 结果悠悠让他赶紧去救人 现在就是表现他男子乞丐的最佳时刻 十三被同学们赶鸭子上架 危急时刻一把捉住蛇 惹得李老师激动不已 仅仅抱着十三不肯插手 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心安徐 李老师和十三的事情 很快成为学校茶余饭后的谈资 就连校长修女都认为两人是天生一对 一定能孕育出一段美丽的爱情 可不小心听到他们谈话的悠悠 却感觉有些失落 他一个人跑去看凯文打球 没想到凯文却问他 周六晚上有没有时间 悠悠开心的不行 以为凯文是要和他约会 特意和十三分享好消息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 凯文那帮朋友举办了一个平凶小姐选举 悠悠恍然大悟 而凯文根本不敢抬头看他 为了不扫大家的信 悠悠假装开朗的上了场 最后成功赢下比赛桂冠 可聚会途中 他因为难过 没忍住喝了好多酒 如果不是因为什么平凶选举 人家也许根本不会搭理自己 凯文送喝醉的悠悠回家 楼下向他道了歉 今天是玩的太过分了 随后他问悠悠是不是喜欢自己 悠悠一番插科打混 凯文瞬间放下心来 悠悠坐在楼梯间难受不已 另一边 黎老师突然登门拜访 刚一进去就直奔主题 这个学校都说我们是一队 就连校长都是我们女配 那为什么有时候 你还对我逗逗闪闪的 时算正准备回答 悠悠却突然回家 她谎称有礼物 让黎老师闭上眼睛 匆忙将悠悠支了出去 外面下着大雨 悠悠在附近屋檐下站了好久 一直到十三将李老师送走 失恋好难受 她走进雨里 你这很容易感冒的 过来啊 你没听过 恋爱就好像一场感冒吗 十三劝不动他 只能默默坐在一旁 第二天悠悠就感冒了 十三无为不至照顾他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这天 十三去参加同学聚会 悠悠没打招呼 偷偷跟了过去 看他故意打扮成熟的样子 十三简直欲哭无泪 老同学们也都不仁直视 就在他们关系更进一步的时候 李老师突然打来电话 原来十三和李老师今天有约会 悠悠假装不在意 将十三推了出去 自己总像小孩一样无力去闹 也许李老师才是十三最好的选择 不久悠悠将十三给自己的镯子 给了李老师 还说他们真的很配 知道此事的十三非常生气 悠悠却仍固执的想当 那个为爱牺牲的人 故意说十三太老了 自己只是娃娃而已 他和李老师才最配 十三向学校为二的男老师诉苦 没想到男老师竟对他真情告白 第二天 十三当着全校的面 说出了自己结婚的事实 此时海格找了过来 并支持不放弃不放弃的态度 再次对悠悠告白 十三不甘示弱 拿出了自己和悠悠的结婚证书 没想到 悠悠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掉了他 两个男人都被拒绝 于是相约喝了个茶 悠悠一直不肯回家 十三留下一封信后便回了英国 悠悠看着信伤心不已 领悟到自己终究还是舍不得十三 急匆匆的追去了机场 十三的论文再次被导师们质疑 他们觉得根本没有悠悠这个人 谁知悠悠却突然出现 坦率的性格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十三的论文顺利合格 两人也终归于好 悠悠鬼马 阳光 调皮 由于漂亮就可以永远被爱 哪有人会不喜欢他呢 毕竟这样的女孩是一种幸运 十三慢慢着迷 开始包容他所有一切 疼惜他 呵护他 只要遇到合适的人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记得多多评论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